世界上真的有丧尸吗? 2012年5月26日 美国迈阿密街头 一名男子将一老者扑倒在地 疯狂撕咬 警察连开树枪激动该男子 都没能阻止他的行为 直到一发子弹精准命中该男子头部 他才倒地不起 法医测量该男子体温竟然超过了40度 推测男子应该是过量用药 导致神经中枢出现了问题 但在大自然中 神经中枢变异 并且伴有传染性的案例是真实存在的 1967年 猎人在野外发生了一群走路不稳 瞳孔涣散还流着口水的路 他们不怕人类 甚至攻击人类和铜类 被咬之后的铜类很快出现了类似丧尸的症状 后来在韩国和加拿大也出现了这种丧尸路 而经过科学家的研究 引起丧尸路问题的最可祸首就是软病毒 它虽然名称叫做病毒 却不是病毒 而是一团无生命特征的蛋白质 存在于感染者的肉种 并且根据目前的医学水平 一旦感染 无药可救 软病毒攻击感染者的大脑和神经中枢 导致感染者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和行为 但软病毒爆发的条件很苛刻 同类相识 而人类群体中之所以没有爆发这种病毒 是因为科学家在人类20号染色体上 发现了专门对抗它的基因 无缘无辜是不会进化出对抗基因的 细思极恐 根据科学家的推测 在远古时期 人类祖先很可能因为同类相识 曾出现过一次软病毒爆发事件 有些人类祖先借出了这种同类相识的行为 进化出了对抗软病毒的基因 2019年 中国科学家在病毒体内发现了软病毒 这说明它在繁衍和变异 传染跨越了物种 远离野味才是正确的选择 因为如果再一次软病毒爆发 我们可能就没有祖先那么幸运了